南邊哪個行政區 你請次打回答 議員你這個像小孩子一樣 不是不是 這是高雄的基本常識 你不可以歧視高雄人 對高雄地理常識有資的權利 高雄市議員林志宏 在議會質詢韓市長 最南邊是哪個行政區 語帶諷刺直說林園區 還說這是韓國瑜的戶籍地 好 這是市長像戶籍設計地 這很簡單 下一題 議員說很簡單 不過最南行政區 真的是林園區嗎 現在遭到網友踢爆 隸屬高雄騎進區所管轄的太平島 相距高雄港860里 其實這才是高雄最南行政區 非常謝謝網友 真的是幫韓市府 也幫我們上雷克 其實的確這個太平島 在行政區劃分上面屬於騎進區 但是因為其實 沒有市民住在上面 都是一些軍官兵 議員出面緩夾似乎沒有注意到 其實太平島上是有民眾的 護理師開心站在鏡頭前 因為他將戶籍遷到太平島 鞏固中華民國南海主權 感到非常的光榮 南沙太平島 讚 當時護理師出美林 還被譽為是愛國護理師 議員不僅質詢漏洞百出 連回應都出錯 現在也引發網友踏罰 有人說問的問題根本沒有內容 還說這Google就能查出來的問題 問證態度根本不尊重 還有人說會記得這次問證 下次絕對不投你 議員語帶諷刺 甚至處處刁難 連自己所謂的基本地理議員 自己連答案都搞錯 恐怕傷到的不是韓市長 而是自己的議員形象 記者林正彥 紅中翔 高雄採訪報導